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就所谓流水的神曲贴打了母音 基本上这些歌都是通过母音流传开来 最终成为了穿畅度极高的神曲 大大街叫嘎啦 平停鸟鸟鸟鸟四碰脱 难道不休不浪不悠 啊 多些的鞋毛的陶铁 灵与阴与其余 却与有我无旋呼 我无神奇 雷回回啊 咋结绝 只怕藏匹 沉边是比林次 只比一场一席 什么闺蜜传说 什么痴迷忘量妖魔 只有我 也最悠有的高峰 满河黄沙来过 走跟每个角落 先走在无尽的苍茫星航 然而网络神曲作为话乐坛的非正规君 总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之前恒火的花舟 一手道江行河出山 让花舟强势崛起 可随之而来的抄袭风波跟侵权风波 让花舟成为了重视之地 人创财女的头衔 一夜之间忽然倒塌 成为了人人寒大的表借者 尘封宿雪多年 我与虎谋早餐 拎着雕塑的雨线 温我隆起两千 书中大雨连绵 关外恨是遍野 你的笑像一条恶 全装了吗 多新鲜 但是神曲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仅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一位名叫隔壁老番的年轻歌手 就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 这位00后的网络歌手 拼这一曲我从席卷大街小巷 说实话按照这个发展 隔壁老番极有可能成为新生代的希望 我曾把完整的镜子打碎 夜晚的枕头倒是眼泪 我多想让过去重来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想说过去的时间 就在本月的十九号隔壁老番发表自己的新歌 别怕我在 可是这首歌被不少网友质疑抄袭了华春雨的新歌 好想爱这个世界呀 从创作背景与内容来看 两首歌确实有很大的相似成分 但这些都算不上失锤 但是连着几句一模一样的歌词除了抄袭真的比无解释 而之后隔壁老番方面也是对此事专门做出了解释 他文称该内容由外屏文案转写并自行做出了相依出发 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 不能弥补的过去 每当想起 想过离开 以这种方式存在 是因为那些旁白 那些自态 那些伤害 不想离开 当你说还有你在 忽然我开始 默奕 期待 如今隔壁老番真的是自毁虔诚 原本被无数人追捧的新一代神曲制造机 看来是将要陨落了 唱得不好没关系 但是抄袭实在是无法原谅 只是纵观这些年 一个个希望之火星灭 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人的问题 还是网络歌手这一块真的烂衣服不上枪 对此你怎么看呢 别怕 总有一个人给你爱 总有一个人给你关怀 别怕 总有一个人让你依赖 总有一个人可以带你搜索隐瞒 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别忘记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